特斯拉又又又增发50亿 大家好,欢迎回到安聊特斯拉 现在是早上七点 上班前爬起来给大家录这期一段视频 昨天我还在想这个事情 这两天股价这么高 大家的情绪如此高涨 是不是该利用这个机会搞点事情 本以为会在更靠近21号的日子看到类似的消息 结果今早的新闻就宣布了 特斯拉又又又增发了50亿 这个是今年的第三次 不知道增发50亿具体会是怎么样的 请看这期视频 我在9月3号发出的 算了,我们还是一起看一小段吧 到底是什么 这一点很多博主都没有讲明白 表面上是增发新股 但是和传统的normal stock offering有什么区别呢 传统的normal stock offering 是指在市场上一下子抛售出这么多的股票 可能会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 这次的at the market stock offering 指的是你有权利 但并不一定需要出售这50亿美金的股票 特斯拉可以在公开市场上 以自己的意愿和时间点来变现股票 可以是一天卖一点 可以是几周甚至几个月 可以一次全卖 也可以说分很多次卖 第二点 这些股票从哪来 简单来说就是无中生有 这可能就是上市公司的超能力吧 但是这样做呢 会使持股人手中的股票被稀释 稀释多少呢 大约在1%左右 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让我们持有的公司的手里 多了50亿美金的现金 让它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加健康 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运营 其实这1%的稀释真的是无关痛痒 因为你实际拥有了一家更加健康的公司 第三点呢 就是这跟大陆标普500指出有没有关系 好家伙 三个月前发的视频啊 三个月后依然适用 强烈建议没看过的回去看完啊 我来聊一下这次的增发与之前有何不同吧 第一个 上次增发的时候 股价还在500左右 增发了50亿 稀释了大约1%左右 这次呢 同样增发了50亿 但同价值不同股数 意味着 并没有因为股价比500高了20% 就多增发了20% 对一个需要钱扩张 发火箭上太空的人很良心了 要是我的话 我直接再增发500个亿 简单粗暴是吧 再一个 我500亿资金即将纳入特斯拉 这期视频我也具体讲过 我认为现在的市场上 跟我一样 买了不准备卖的人越来越多 尤其你有了特斯拉股票 听说要纳入指数了 有更少的意愿去卖了 还有为什么大资金也不会卖呢 因为要跟上大盘的节奏 加上被动指数基金需要购买 导致市场的流通性 本来就不多的情况下 流通股变得更加的紧张 这次增发了 被动指数基金需要购买了500亿的10% 其实是有利的 多增加一些流通性嘛 最后一点 可以给股价泼泼水降降温 上一次宣布了50亿的增发 加上没纳入标普 就发生了我常说的500跌到330的那个时间段 然后我在330一直喊大家买啊 没有几个人听 我倒是希望这次增发能达到那样的效果 但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指数基金购买的需求是刚需 从股价的表现看 今天小跌那么一丢丢 感觉像是回测昨天的突破 要看看明天能不能继续跌 跌多深才能判断 是不是和上次一样是一个转折点 最近好多粉丝问我 21号纳入指数后 会有很多人把股票抛给指数基金 会让股价大跌 问我怎么看 要不要在之前清仓 怎么样之类的决定 我在一次性纳入标普指数那期视频 已经给出了我的计划和预案 我巴不得它多跌点好吧 就我评论区下面的粉丝留言 有多少人都说没上去车 没买购 再加上再涨涨680了 我又得多少给大家直播定Cybertruck 跌一点还是好的 要不然一连定两辆车 好说不好听 不贪得胜不动如山 祝大家好运 我要去做打工人了 我们下期再见